好 距离立委选举的投票日是越来越接近了 花莲区立委候选人张美慧来到复理箱的东里村 与复理箱的支持者一步一脚印 徒步的扫街拜票 一样带着招牌紫色 小狗环保购物袋 肯托东里的乡亲来支持张美慧 此次背心粉红色宣传车 一看就知道花莲区立委候选人张美慧来了 距离立委选举投票日越来越近 每位参选人紧锣密鼓的拜票 而这一次张美慧来到东里村 以徒步方式一步一脚印 踏访每一户来拜票 那选战已经进入倒数的二十几天 那这个最关键的时刻 美慧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那每一个每一张的选票都不能漏掉 都不能错过 所以在这个我们后援会的大力的协助跟支援之下 美慧也是走访到各村里来徒步扫街 来争取乡亲的认同跟支持 每一位支持者手上拿着招牌紫色小狗环保购物袋 肯托东里乡亲支持张美慧 让花莲我们来换人做做看 有一个新的选择 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让花莲可以有改变的机会 那新的新人新气象 那花莲可以翻转 张美慧准备好了 张美慧有田志轩跟萧美琴 两位政治前辈的带领 跟他们的步伐 我依循着一步一脚印 希望让花莲可以更好 让花莲可以翻转 张美慧的六大方向花莲发展规划 将全面带动花莲整体的发展进步 争取老人假牙补助 提升老人健康 推营养午餐专法 推动建设花东快速道路 花东铁路双轨化等等 都是张美慧给乡亲们的承诺 记者高中双复离乡采访报道